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智慧人生 品味舍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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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半岛 是朝鲜民族祖先的居住地 并先后建立过多个王朝 19世纪末20世纪初 朝鲜半岛在帝国列强 觊觎与瓜分的动荡体制下 失去了往日的安宁 1896年 俄国和日本 为了争夺对朝鲜半岛的统治权而交战 战争的结果是双方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 1904年日俄战争后 日本彻底控制朝鲜 1910年8月 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半岛 并设立朝鲜总督府 朝鲜半岛 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日本又将朝鲜变成了日本领土的一部分 为自治省管辖 1943年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各主要战场的形式 发生了根本转折 盟国取得了战略进攻的主动权 同年12月1日 在美国、英国、中国联合发表的开罗宣言中 对朝鲜问题表示了这样的态度 我三大盟国 整年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 决定在香港的时期 使朝鲜自由独立 1945年8月6日和9日 美国在日本公道和长崎 投掷两颗原子弹 8日 苏联对日宣战 9日 苏联军队迅速进入朝鲜北部 10日 日本内阁决定 无条件投降 朝鲜半岛呢 在东北亚这个地区 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苏联对日本宣战以后 苏军已经迅速地进入了朝鲜北半部 美国军方 特别是国务院提出来 一定要美国军队 在朝鲜半岛登陆 要抢占朝鲜半岛 日本内阁决定无条件投降 和苏联红军的迅捷 让美国人十分不安 美国五角大楼紧急磋商如何保护美国在远东的利益 美国国防部长助理则称迪安和另一位上校参谋 在三十分钟之内搞出一个既能满足美国的政治意愿 又符合军事现状的折中方案 由于美苏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妥协 以三八线为境将统一的半岛分为南北两部分 美国军队占领朝鲜南方接受日军投降 苏联军队占领北方接受日军投降 朝鲜人民刚刚摆脱了日本的奴役 又开始陷入南北分裂的状态 从此埋下了朝鲜战争爆发的祸根 北纬三十八度线 横跨朝鲜国土的长度约为二百五十多公里 它从不同角度分割了这个国家随便上来 结撞了十二条河流 二百多条乡村道路 八条等级公路和六条铁路 1948年8月和9月 在美苏的受益下 朝鲜半岛南北两边 先后成立大韩民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75岁的李承晚和36岁的金日成 成为这两个政权的领导人 同年10月 苏联把三八线以北的行政权移交朝鲜人民 到12月 苏联军队全部撤离朝鲜 半年以后 美军也宣布从南部撤军 但留下了文官和军事顾问团 以及大量的美式武器装备 并帮助李承晚训练了约五万人的部队 至此 在朝鲜半岛上出现了两个意识形态截然对立的政权 美国驻南朝鲜大使约翰木乔说 战争指迟早的事 说不定就在哪天早上 在美国人的实际援助下 李承晚依然毫不掩饰 他将北京统一朝鲜的企图 他一次次拒绝北朝鲜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 并扬言 南北分裂是必须用战争来解决的 三八线上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武装冲突 能达到一千多次 到一九四九年的时候 南北之间这种军事冲突愈演愈烈 1950年6月25日 4点40分 朝鲜战争爆发 朝鲜战争爆发的那天傍晚 华盛顿的官员聚集在布莱尔大厦内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说 我们必须与共产主义阵营划线而至 而朝鲜半岛不失为一个合适的地点 杜罗门表示完全支持 美国政府的态度就在这一刻 尘埃落定 6月26日 美国决定全面进入朝鲜战争 6月27日下午15时 在苏联代表缺席会议的情况下 由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安理会 通过了一项以联合国名义公然干涉一个国家内战的提案 美国出兵 武装干涉朝鲜的同时他就派海军第七舰队侵入了台湾海峡 空军派出到台湾岛上 蒋介石掩饰不住对朝鲜爆发战争的欣喜若狂 7月31日 迈克阿瑟率16名高级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抵达台湾 蒋介石亲自迎接 迈克阿瑟到来 一项最重要的任务是前来考察台湾的防务和国民党军队的实力 对于美国人的无理行径 新中国领导人表示强烈反对 1950年6月28日 毛泽东发表讲话 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 进行充分的准备 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同日 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美国侵略朝鲜 台湾 及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 6月30日 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一场具有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轰轰烈烈的展开了 也在这一天 为减轻国家的经济困难 加强建设力量 中央复原委员会 按照预定计划 下达了由毛泽东和周恩来 共同签署的关于1950年 复原工作的决定 开始了规模最大的一次复原工作 计划 至1950年10月 复原150万人 全军援额 降至400万左右 在新中国的国防部署中 最靠近朝鲜的东北 当时还处于战略大后方的地位 东北军区 成建制的部队 只有六个警备师 和部分地方部队 引有的一个军级建制 还是从第四野战军中 北朝到黑龙江西安岭下 执行中央屯肯任务的第四十二军 四十二军 实际上就准备变生产阶势病参了 生产阶势病参了 所以我们到了七七哈尔北安以后 就动员搞大生产 经过减转的动员之后 就是枪刀入库 马放难传 枪都几种保管 手里都没有枪 那个时候一天 光是到地里边 怎么去搞生产 到秋后 怎么能向国家多交点粮食 想这个多 眼看着长得非常好 在这个时候 很快就动员四十二军 也没说出国 就动员 收兵归英 地也不动了 牧也不乏了 作为归英 六月二十九日中午 东北军书记兼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 派秘书给第四十二军军长吴瑞林送来亲笔信 吴瑞林同志 急来军区面谈 高岗 见面后 高岗对吴瑞林说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命令 第四十二军七至十天内集结于通话 梅河口一线 整装待命 到了这个通话柳河之后 暂时高兴了 为什么 大米白面 东北话讲 可劲造了 猪肉全程都是 我们进行了三世美帝交易 仇事蔑事藐事 毛鲁西粉 美恶主义和一切反对白 都知道 接这个交易 抗美援朝保家为我 就记住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下节看起来 在初战中 联合国军没有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 而新中国的领导人们 却做出了极有软件的部署 1950年7月5日 在南朝鲜的乌山 美军的地面部队 参加了第一场 对朝鲜人民军的战斗 麦克阿瑟 原以为 只要美军象征性的一出现 朝鲜人民军 就会惊慌失措 25年后 1975年 在日本出版的时代周刊 曾对此次战役 寄予了这样的描述 美军在撤退时 只带走了伤员 给死者盖上了新刀旗 就不管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树立起来的美国军队 不可战胜的神话 在远东一个叫沐山的角落 被迅速地粉碎了 参战的美国军队 在初战中 并没有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 并且 距离中朝边界 还有近一千多公里 但是 新中国的领导人们 已在未雨绸缪了 7月7号 就是朝鲜内战爆发 不到两个礼拜吧 13天 我们就 毛主席只是由周恩来组织 召开讨论国防的会议 保卫国防的会议 7月7号 参加会议的人 当时军委各种部队主要负责人 还有其他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参加 7月13日 中央军委做出了 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 做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 在日后看来极有远见的部署 中央军委 中央军委命令 成立东北边防军 就是抽掉了四野的主力了 十三兵船 一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军 和已经在 东北四十二军 四个军 进驻中朝边境 五零年 五月一号 河南全部解放 参加了个 河南解放的主节大会 我们到广州就听说了 就是朝鲜战争爆发了 就不去河南了 就从广州坐货车 至大担当 之所以选中第十三兵团 重要的原因 是几个月前 第十三兵团 作为国防机动部队 将他们部署在中国副部 可以随时调动的中原地区 这支原第四野战军的 主力兵团中 官兵以东北人居多 能够适应韩冷地区的作战 且对东北地区的地形 很熟悉 祖国战勇敢 第十三兵团领导班子的配备 也多费心思 经中央经纬反复研究 林郑换将 任命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 为第十三兵团司令员 赖传珠为政治委员 红学志为主司令员 韩先处为副司令员 谢佩然为参谋长 杜平为政治部主任 同时 也将最精力的炮兵第一 第二 第八十 即四个高炮团 三个汽车团 两个工兵团等 与第十三兵团一起 共约二十五点五万大军 在中朝边境部防 以防不测 由于军情紧急 十年四十岁的邓华 只能与即将分娩的妻子 匆匆告别 临别时 邓华对妻子说 瓦冠难免井上岁 将军难免镇上亡 之后便登上了北区的列车 八月上旬 东北边防军完成季节 并开始整训 九月六日 第五十军又编入东北边防军 为了要掩盖我们部队的调动 这样一个动向 就把这个十五兵团的繁号 仍旧留在广州 不动 因为我们靠香港很近 香港打情报的人很多 你稍微有变化 你就知道了 邓司令带着我们 基本的原本人入朝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接到向北开服的命运时 用政治部主任杜平的话说 有一个转弯子的过程 在朝鲜战争爆发前 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 决定在解放军中开展复原工作 政治部门 为此花费了极大的耐心和精力 才使部队的复原工作开展起来 现在 复原工作由于形势的变化 必须立即停止 而留队就意味着可能再次投入战争 驻扎在河南的第38军 第39军 当前的中心任务也是大生产 这支以兵以农的部队 把作战武器收藏起来 在呈现荒名的土地上 拨下种子 如今 官兵们脚下的大地 已经长出了一望无际的好装甲 就在这时 部队接到了北上的命令 命令中还写明 将房子 庄稼 生产工具等一切与作战无关的生活设施 向地方政府完整地移交 我作为指导员 我都不是到什么地方去 上火车就行 别走车 跟我相告别 许多战士回头看看 我们用汗水浇灌的黑土地 另有一个大度 这个人眼睛湿了 1950年7月7日 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 通过了由美国拟定的 关于设立联合司令部 以统一指挥联合国各国参战部队的提案 并由美国派出司令官 第二天 杜鲁门正式任命迈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 自联合国成立以来 第一支打着联合国军旗号的部队诞生了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 精彩继续 下节看 联合国军总司令 麦克阿瑟 筹划了一个什么样的军事行动 从而导致朝鲜人民军 遭受了毁灭性打击 8月27日 美国侵略朝鲜的空军飞机 先后以5P13架4侵入我国领空 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地区 吉安 安东本地的火车站 机场等 29日以后 美国侵朝空军的飞机 不断继续侵入中国领空 被中国城乡进行封炸扫射 中国边境人民遭到杀伤 财产遭到破坏 对此 周恩来外长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向美国提出了严正的抗议 9月10日 美军和南朝鲜军在古山黄玉山组织强大的反攻 朝鲜人民军被迫转入拉锯战 整个洛东江战线进入了艰苦的焦灼状态 同时 一个令朝鲜人民军遭受毁蔑性打击的行动 此刻正在酝酿策划中 迈克阿瑟 美国五星上将 曾任美国陆军史上最年轻的西点军校校长 战功卓著 在二战中多次成功地指挥两栖登陆作战的迈克阿瑟 此刻正在筹划一个震惊世界的军事行动 仁川登陆 仁川是汉城附近的港口 航道狭窄 满潮期只有两三个小时 有着由巨大的海浪落差 而形成的宽达24公里的淤泥 是世界上最不宜进行登陆作战的港口之一 迈克阿瑟的登陆计划已经提出 即收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多数决策人的强烈反对 迈克阿瑟力排众议 最终 仁川登陆计划获准 9月15月凌晨 迈克阿瑟集中美第十军指挥的两个士 在261艘舰艇和近500架飞机的支援配合下 在距汉城30公里的超线西海岸仁川港 实施了大规模的登陆进攻 占领袁川后兵分两路 以美陆战第一师向东攻打汉城 以美步兵第七师向南进攻 截断在落冬江一线的朝鲜人民军主力的后路 与此同时 在落冬江一线的美第八级专军司令官 莫尔顿沃克指挥的美军四个师和南朝鲜军六个师 也于十六亿发起反击 致使朝鲜人民军富贵受敌 备货组织战略退却 朝鲜战争形势陡然发生了密断 总理提出的警告 无论之后不能落冬三八线 落冬三八线我们不止止不力 就是那已经给他表明我们态度 他认为这都是外交司令 外交上一个小一个一帕妻子 他根本不理财 所以故意照样过了 落冬三八线 照样的向姚文家提出的警告 在这种情况下 熟熟年还招架印度大师 给印度大师 我们要滑 你裹三八线我们就要滑 印度驻华大使潘尼加 曾隐晦地提醒中国领导人 如果介入朝鲜战争 中国的工业将遭受破坏 中国的建设将拖后十年 而时任带动参谋长聂荣珍的回答是 一旦战争起来了 我们除了喜而抵抗之外 是别无他途可寻的 9月30日 周恩来总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报告中 严正警告美国当局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 但是为了保卫和平 从不也永远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 也不能拼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 四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美国政府认为周恩来的警告 不过是虚张声势 是苏联和中国为了挽救北朝鲜政权进行外交斗争的一部分 是对联合国即将决议联合国军在北朝鲜行动的恫吓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专家也向白宫报告称 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 中国真的打算干涉朝鲜 从军事上看 干涉朝鲜的最好时机已经过去 美国军界认为 无论苏联或中共 干涉朝鲜都要冒世界大战的风险 苏联没有做好冒这种风险的准备 中共在军事上不具备单独干涉的能力 10月1日 南朝鲜第一批部队越过三八线 10月7日 美军大举越过三八线北京 同一天 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 通过了所谓统一朝鲜的提案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志愿军和联合国军展开了一场世界上少有的遭遇战 他们的命运如何呢 请收看探索发现孤出的不能忘却的伟大胜利第二集 美国军队大局向三八线以北进攻 朝鲜民族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危机 中国大陆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战火已经烧到了中国的大门口 10月1日 朝鲜领导人紧急约见了中国驻朝大使 请求中国出兵援朝 这是朝鲜方面第一次正式向中国提出请求出兵援朝 金日成致喊毛泽东 在目前敌人趁我们严重的危急 不予我们时间 如果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 则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是难以克服此危急的 因此 我们不得不请求您 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 即 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 即盼望中国人民解放军 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胡乔木在回忆录里 写这么一句话 他说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二十多年 在我的记忆当中 毛泽东有两件事 下决心是非常难的 其中一件事就是出兵抗门朝问题 1950年10月1日 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国庆云 尚无实时 毛泽东主席和几十万群众 一起观看盛大的跃听事 又夜 广场上的人民在歌在舞 关灯的场面持续到了深夜 这一天 大部分中国人还无法想象 一个巨大的战争阴影 正向他们笼罩而来 西安门夜空的焰火还未熄灭 中南海一年唐礼的气氛 却严肃紧张起来 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中央书记处会议 对朝鲜半岛目前的局势 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讨论 毛泽东提出 朝鲜的形势已如此严重 现在不是出兵不出兵的问题 而是马上就要出兵 早一天和晚一天出兵 对整个战局极为重要 鉴于当时林彪无法出任 东北边防军总指挥 会议达成立即让彭德怀 进京商议的决定 而最后是否出兵参战 决定于10月4日 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再进行讨论 10月4日 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彭德怀 正在召开研究 大西北经济建设发展的会议 中央派飞机专程 接彭德怀进京参加会议 此时 彭德怀并不十分清楚 中央正在召开会议的议题 他抱着一大堆 关于恢复西北经济建设的图纸 带着具有搞地方建设丰富经验的秘书 张仰吴登上专庆 然而 令彭德怀没有料到的是 从此 他将告别主都西安 走上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 中央派飞机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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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